- 大家好,又到了兄弟联Java系列课程时间,我是威哥,威哥在手,天下网友,大家好,我是小白,好,今天是我们的第三讲了,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Java跨平台的, 这个非常重要,非常重要的概念,好,那我们再看一下科伦大纲,科伦大纲里面呢,我们来看一下,第一个是跨平台的这个原理,什么样子的,我们分析一下,第二个呢,我们是要去理解一下这个Java虚拟机,这个通常我们说的叫JVM,什么是JVM,OK,第二个呢,第三个呢,是我们这个Java里面提供的这个垃圾回收器,我们聊天, 了解一下,简称GC,第四个呢,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Java的整个的组成的这个概念图,结构图是什么样子的,都有哪些组成部分,好吧,OK,我们看第一个Java跨平台的这个原理,好,在这里呢,我给大家来一张这个图啊,直接用图更形象的展示啊,现在我们还没有写过代码,对吧,对,还没写过代码,所以说这里啊,看第一个Java原代码,对吧, 那什么是Java原代码呢,嗯,知不知道,实际上啊,Java原代码呢,就是一个这个Java文件,没有啊,Java文件,就是一个文本文件,就是我们编写的代码就要放在这个文件里面,哦,所以我们写一个text文件一样,里面导存的内容,是吧,OK文件,哎,只不过我们现在这个后缀名叫什么呢,点Java,哦,这是我们的这个Java文件的后缀,后缀名是点Java, 对,然后里面呢,是我们的组成的这个代码,原代码,对吧,原代码就放在里面了,哦,OK,这叫原代码文件,或者我们就叫原文件,原文件,哎,就这个意思,好,我们写好了这个原文件以后,我们需要通过Java这个,呃,JDK给我们提供这个编译命令,编译的命令,编译命令,因为我们这个原文件只能是我们程序员才能看得懂,哦,哦,看得,那这个呃,程序需要运行,那么在Java里面呢,他就需要编译,编译一下,编译成什么呢,编译成什么呢,编译成什么呢, 编译成这个Java字节码,就这个字节码就可以跨平台的,什么叫字节码呢,哎,我们来看一下,什么叫字节码啊,字节码就是我们刚才写的那个,比如说Hello,这个点Java文件,是吧,我们通过这个命令编译以后呢,就会生成一个叫点Class的一个文件,哦,刚才是点Java,现在点Class,点Class这个文件了,哎,就是这个意思,这点Class文件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字节码文件,字节码,哎,这个名字叫字节码,这个文件就可以实现, 跨平台的,哦,就是点Class,哎,就可以实现跨,跨平台,这个,就由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虚拟机,我们下面要去执行这个Class文件,对吧,就运行程序嘛,嗯,那么就执行的是这个Class文件,那原文件已经没有用了,哦,知道吧,没有用了,如何执行呢,就要通过Java虚拟机,哎,Java虚拟机,我们是里面的一个,你就把它看到,Java虚拟机呢,就是一个程序,是吧,一段程序是,是我们刚才下载的那个JDK那个包里面, 包含的,包含就有这个东西了,哦,哦,对吧,它要去运行你这个,你这个Hello.class这个文件,哦,没办法吧,哎,去执行,然后呢,运行在不同的,JS,啊,不同的这个平台上,比如说有Mark平台呀,嗯,有这个Link的平台,有Windows平台,哦,哎,什么一个啊,对这个,对于这个跨平台,哎,我理解的还是不够透,哎,就是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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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跨平台,它到底是怎么跨的呀,怎么跨,是吧,嗯,比如说这个,呃,跨平台是由谁来完成呢,是由虚拟机来完成,虚拟机,哦,哦,是吧,有虚拟机吗,这样,呃,可能听起来确实有点,有点这个,太那个,抽象,太抽象,是吧,嗯,来个,那个,你举个例子吧,好,好吧,来个例子,哎,就比如说,啊,就小白,嗯,这个,未来啊,这个,这个,在这个,Java行业里面成为大牛了,哦,是吧,嗯,成为大牛了, 嗯,然后呢,这个,受这个,呃,这个哈佛大学邀请你啊,啊,哈佛大学,去做技术讲座,哦,给大家,教教哈佛大学同学们,如何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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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使用,教,啊,开发你们的产品,嗯,对吧,嗯,这个意思,那你这个,假如说啊,嗯,啊,你这个,英文水平怎么样,啊,还,还,还好吧,还好,能说吗,说不太多,不太多,是吧,嗯,OK, 那这个时候你要去演讲,是吧,你可能,自己可能无法进行正常交流,嗯,嗯,对吧,嗯,无法真正,那怎么办呢,哎,我们这儿给你提供,比如说,这两种选择,两种,嗯,第一,啊,当然现在还有更高,高科技的方式,是吧,嗯,第一呢,这个,你可以带一个翻译过去,带翻译,是吧,嗯,第二呢,可能你刚去,是吧,嗯,刚去呢,这个,这个,没有翻译给你带,嗯,那你就可能需要把演讲稿怎么样,先写好,嗯,对吧,对,写好,然后,翻译成, 翻译英文,对吧,翻译成,翻译英文,对吧,翻译成,翻译英文,然后标注上你能念的,对,喊字,是吧,对,OK,你就去,演讲,演讲,然后你就,哎,嗯,就这样去了,第二种方式呢,我们说,你就可以带一个翻译去,是吧,带一个翻译去,嗯,当然还有更高科技的方式,现在都有什么,同,同声翻译,等等,是吧,哦,各种的,是吧,我们就,这个,比如说我们不考虑,是吧,就我们把它列入第二种方式,嗯,好,那么你去演讲的时候,嗯,你想想, 这两种方式,你带着翻译,跟你把演讲稿翻译好,照着念,嗯,有什么区别呢,你想想,有什么区别,应该,比如说第一种,是吧,嗯,第一种,这个,你想,嗯,照着,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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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演讲稿翻译好的,念,是吧,嗯,哎,万一,本来是,那个演讲安排在上午,嗯,对吧,嗯,上午,那你就,你的演讲本来写好了,Good morning,是吧,嗯,早上好,Good morning,嗯,大家好,是吧,对,对,这样的,嗯, OK,好,那么这个,突然,哎,说这个临时有事,改成下午了,改成下午,哦,那你的演讲稿就有问题了,是吧,对,就有问题,类似这样的,嗯,类似,比如说你的演讲内容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,是吧,嗯,就是场合,环境一变,就会影响你的那个演讲稿,是吧,对,是吧,下午了,你就应该,这个,Good afternoon,是吧,对,不能Good morning了,是吧,嗯,对不对,所以你就应该能变了,所以你演讲稿写好了,是不是不利于这个变化呀,哦,对,是吧,嗯, 变起来不灵活,是,明白了吧,嗯,OK,如果你这个时候就是带着翻译去的,嗯,带着翻译,那你就可以任意发挥了,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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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,你说,哎,大家早上好,是吧,如果发现下午就,哎,大家下午好,是吧,那么翻译就会给你去翻译,你就不需要考虑这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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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翻译的这样一个问题,哦,对吧,嗯,明白了吧,对,OK,那这个跨平台指的是,是,是,是什么意思呢,平台就指的是我们这个各个不同的操作系统, 要运行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上,运行,对吧,比如说,你现在你要去,这个,美国演讲,你肯定说英文吧,对,你要去德国演讲,你就要去,德文,德文嘛,对吧,你要去俄罗斯就要讲,俄文嘛,俄文,对吧,讲俄文,人家给你翻译嘛,对吧,嗯,那这个,你要去日本,日本,是吧,哦,哎,你是不是要带一个日本翻译啊,早稻田大学,邀请你去,哦,对吧,你要带一个这个日本翻译,就是翻译,可以带, 不同的,然后你讲,都是讲中文,哦,是吧,嗯,由他给翻译给,各个国家的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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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同学们听,哦,他去翻译,那相当于你去,去不同的国家,就相当于是这个,不同的平台一样,哦,是吧,嗯,不同的平台,比如说这是美国,这是德国,这是日本,哦,是吧,哎,这个意思,那你,你带着谁呀,日本带,昌老师,呵呵,呵,昌老师,你好大面子啊,昌老师都,都让你给请过来了, 哦,对吧,哦,OK,昌老师都让你请你好,OK,那这个,啊,你就请昌老师,就给你去日本,哦,哦,对,对吧,嗯,哎,这个意思,OK,那这个虚拟机这个作用,就好比是什么呢,就好比那个,跟你翻译的那个,那个人了,哦,就好比你是参议,哦,虚拟机就好比是昌老师,哦,因为你讲,昌老师帮你翻译嘛,哦,那最终翻译给平台的,是不是虚拟机啊,哦,去翻译啊,对,对吧,就这个意思,所以这个虚拟机就好比是一个翻译机,翻译机, 就好比是,昌老师,哎,哦,这个意思,是吧,比如说,现在这个,啊,那昌老师是,是很厉害了,是吧,对,可能各种语言都会,是吧,嗯,你就去各个国家,你带着不同的昌老师就可以,哦,昌老师,是世界的,哈哈,哈哈,昌老师是世界的,哦,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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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不仅仅是日本的,嗯,对吧,还是这个,什么什么大使,对,青春大使,是吧,青春大使,那是吧,现在跑这个,来,咱们这个,这个, 发展,是吧,对,也挺不错的,是吧,它是国际巨星,对,对,对,国际的,OK,国际的吧,嗯,好,那我们说这个,这个虚拟机呢,就好比这个翻译,哦,翻译,那么这个,你们,我们把这编译好的这个字节码,字节码通过虚拟机,就翻译给不同的平台,哦,这个过程就叫什么,跨平台,所以这个字节码就是可跨平台的,哦,这个意思,这样啊,明白了, 嗯,就叫,这就叫跨平台了,哦,是吧,所以这是通过,实际上是通过翻译,那不同的平台,我们像刚才的意思是,有不同的苍老师啊,哦,对吧,他叫苍老师很多个,是吧,对,很多个,所以虚拟机呢,也有很多个,哦,针对不同的平台,是不是有不同的虚拟机啊,哦,有Mac平台下的虚拟机,有Linux下的虚拟机,哦,有Windows下面的虚拟机,哦,是吧,装不同的虚拟机,但是class这个字节文字节码文件,是一个,只有一个,只有一份, 编译好,就一份就可以了,哦,OK,那由虚拟机去解释,解释给不同的平台,哦,是吧,然后你去演讲说的话,都是同一份,都是说同样的东西,嗯,明白了吧,明白,就这样一个意思,哦,明白了,明白了,所以跨平台的原理,是它的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什么,虚拟机,就是虚拟机,对吧,就苍老师,哈哈,虚拟机,虚拟机,虚拟机,好吧,这是它的这个核心的地方,嗯,OK,由它去不同的翻译嘛,哦,翻译,解释, 解释,解释给不同的平台,哦,OK,OK,就是这样一种,一个,一个,一个过程,嗯,好吧,那未来我们在实际写代码的时候,大家可能体会更深刻一点,是吧,写代码的时候,我们再给,继续再给它演示一下,好,现在可能还没有写代码,是吧,嗯,还有点干,对,是吧,但是这个,这个,这个意思,大家首先得先明白,是吧,嗯,明白这个意思,OK,哦,了,好,那这就是这个,跨平台的这个,原理,原理了,嗯,明白了吧,嗯,OK, 那这个虚拟机,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,虚拟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,那意思就是这个,这个,这个,你认识苍老师啊,我,啊,跟苍老师,我认识他,他不认识我,他不认识你,OK,好吧,OK,那我们就,这个,我们说虚拟机就好比是苍老师嘛,嗯,是吧,我们一块,什么呀,一块认识,认识啊,好,好吧,嗯,一块认识,认识,他究竟是什么样子的,里面内部结构是什么样,好,是吧,分析分析, 好吧,嗯,好的,嗯,这一小节,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,那么下面的内容呢,我们在下一小节里面再给大家介绍,谢谢大家,威哥在手,天下网友,下节再见